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茶 这喝了全身都火落起来了 一天的疲倦都消除了 看来这茶是泡对了 来 这样才对 小栗子 你功课都做完了吗 在学堂就做完了 做完了也可以看看书啊 在学堂已经念了一天的书了 回家当然就要休息啊 读书是不分时间空间的都要用功 读书读书成天读书 你不怕我变成书呆子啊 读书充实知识不会变成书呆子啊 好嘛 好嘛 我回房间念书行了吧 不要跟小栗子讲话这么硬嘛 口气要揉 知道了 我是出自关爱的嘛 但是我会改了 你要相信我 小栗子像你不需要大人急 让他自己决定念书吧 自己决定念书 嗯 他会的 同学们 找作业了 同学们 找作业了 小栗子 没见着你的作业本啊 我忘了带了 我会再补教的 又忘了 小栗子又有作业啊 小栗子 你最近怎么了 老是忘了带作业 不是没写吧 哎哟 我就是很不喜欢写作业嘛 作业啊 不喜欢写也要写 那是大人们说要写的 又不是我自己喜欢想写的 那至少快考试了 看点书吧 别玩了 我不想看 考不好怎么办呢 我就是想考不好 啊 你疯了 我想试试看 考不好会怎么样 你爹娘会气死吧 而且你根本也很少考好过 汤包 你 我就是不喜欢他们成天叫我读书读书 看他们能拿我怎么样 那方丈呢 你不怕方丈 他才不会怎么样 我更不怕啊 小栗子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哼 我想做小栗子 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小栗子 大家都很认真啊 摩羯真的跟我很不一样 小龙汤包也比我乖 大家是真的那么喜欢念书吗 为什么只有我感觉这么痛苦 一点灵感也没有 我一定混乱给一块 tale 我挺喜欢的 我不欢迎我的 我又成了 我愿意跳 怎么还在それは 我的熊得吗 我首先会去一ी 我愿意在几次 小栗子 为什么不交作业 因为我没写 为什么没写 因为我不想写 方丈 你帮帮我 我不想读书了 为什么不想读书了 我想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 我想我会做得更好 更快乐 我明白了 不过你想想 你真的那么讨厌读书吗 我就是很讨厌 我爹老师叫我去读书 他越说我越讨厌 如果有你决定来读书 你会不会读得开心些 读得好些呢 如果是我自己决定的话 一定会 小栗子长大了 你到底有没有念书 考这种分数 你到底还想不想念书 不想 小栗子 爹 你生气也没有用 我就是不喜欢读书 我真不知道怎么教你啊 把你教成这么痛恨读书 你这么爱读书 你去上学堂吗 为什么叫我去啊 小栗子 不可以顶撞你爹 来 先回房去 孩子的爹 你别光是生气 气得都没有脑子了 我是气我自己 孩子是让我给教坏了 也许我们教小栗子的方式 要修正一下 不读书也不值考五分呢 这根本是故意的 孩子感觉被逼迫了 这就像是在拍球 拍得越用力反弹越大 其实小栗子跟你很像 你忘了 小时候越逼你你越反抗 两位想必是为了小栗子 最近坚持自己的想法 感到困扰了 是啊 小栗子最近她变了很多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教才好了 我们说的话 她是完全都不听了 小栗子长大了 长大的孩子 最讨厌大人 在他们面前摆出一副 大人的样子 你们想想 跟孩子比起来 大人有比较聪明吗 这 其实大人并没有比较聪明 只是活得比较久 经验比较丰富而已 这么说是有点道理 做小孩子的最讨厌听到的就是去读书 对啊 小栗子她就是这么说的 真是不懂事 小栗子不是不懂事 她是享有自己的决定权 决定权 方丈的意思是 让小栗子自己决定去念书 让她自己决定她要做的事情 这一点跟低想得好像不谋而合 看来就是了 感恩方丈 来 多吃点 谢谢 谢谢爹 白天我跟你娘去见了方丈 你们去找方丈也没用 我就是不喜欢念书 方丈也说了你不想念书了 好吧 你自己决定吧 你如果不想念书就不念吧 我是建议念书比较好 以后我也不会逼你去念书了 你自己决定吧 对了 你如果决定不念书了 明天就不必去学堂了 好了好了 爹现在完全退让了 全由你自己决定咯 真的就不去学堂读书了吗 那我以后就没有同学了 而且读书试字 也是爹娘对我好啊 嗯 我决定去念书了 你决定要念书 你就要自己负责把书念好 嗯 我知道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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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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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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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吃